我还会再做一次跟棉非常接近 所以你先不用急 可是这个棉要先做完 我们预计三点半才会休息 也就是我们要装完PowerPivot跟PowerView才会下课 然后下一节就真正在讲就是清理分析 好我们接下来游标移到这一个V2 V2我要继续去打一个叫做Month 就是我们到时候是按照棉来去看 看它的一个趋势 甚至我们可以看月来去看它的一个趋势 我想再试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请输入等于MO 但是MO开头有蛮多的 你要的是Month 好所以请用方向键往下选 选到Month Tab键 好因为它刚刚不让我去用输入法 那我就知道自己去选咯我要什么的月呢 卷轴这个水平卷轴 水平卷轴拉到最左边来请勾选到订单日期 请问一下 订单日期能不能选到这一格 不行 如果你选到这一格 对了它也是出现相关答案 但是它所记录的就是第一格 8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不要点这一格 也不要点这个 这个订单日期 而是要点订单日期跟C的中间 它会变成一个黑色 黑色内容 黑色内容的一个往下的箭头 请点它 点下去之后 它前面你看这边出现订单日期 它就自动的就是选到整个订单日期 我拉到最下面给你看 很神奇 包不包含这个栏位名称 不包含 好例如说我拉到最下面 你看它是不是只有选到这个地方 它就没有选到这个C10935这一格 好 卷轴拉到最上面 然后记得打一个右刮符 Enter 你看这样多棒 它是不是整个直接 以前我们做完函数的撰写 我们要做复制 现在它是不是自动帮我们把表格里面 假设你已经修改好这一栏要计算的公式 就整个帮我们做完复制 这也是你们可能之前不太晓得的 但是现在就一定要知道 好 我现在把这个栏一换掉 换在资料编辑列 这里面直接换成月 好了 那请问一下 就是这个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就是格式化为表格 我就暂时做完了 请问一下 假设当我今天 我有那个 很多很多的销售额 能不能去学会计算 销售额的总额是多少 我想你应该知道使用SUM这个函数 好 例如说我们每一笔订单 有不同的数量 有的订单是4个数量 有的订单是7个产品 有的订单是4个产品 有的订单是3个产品 那你需不需要 有时候是需要计算那个平均一笔订单 有多少笔数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使用Average的函数 这边的使用方法全部都一模一样 你不要以为说 我现在要学大数据分析了 所以那些函数是不是都不一样 其实答案都是一样的算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看一下 基本的一个订单表格 基本的订单表格 对不对 订单表格 我们已经大致上完成了 然后我们没有动到原始的资料 就好